捐骨髓对人有什么危害 如为医生特药专家张纯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骨科主任医师 捐献骨髓它主要就是血液系统 就是血液科 对一些恶性的血液病治疗的一种很有效的方法 它捐献的是骨髓造血干细胞 它是否对捐献者有影响呢 我们说这种影响很小 或者说没有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每次捐献之前 我们都会给捐献者皮下注射一种药物 这叫什么药物呢 就是极落细胞刺激因子 这种药物它的作用主要就是为了动员外周血 来达到刺激这种骨髓干细胞造血的这一种作用 我们说捐献骨髓之后 一周我们的外周血的造血干细胞可以达到捐献之前的这样一个水平 可能患者有一些疲乏或者不适 但是很快就会逐渐地恢复 我们说这种影响是很小的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